玄武湖是一座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古湖 也是几类人共同的儿师达卡地 更是货真价实的4A级景区 它不仅承载了很多南京人的回忆 更是无数古老历史的见证者 大家好,我是徐公 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 我在这个地儿是江苏省南京市的玄武湖公园 这个公园特别大 它拥有五个州啊 每个州都有每个州的故事 按道理来讲 如果我想出的话 每个州都能单独起一个视频 但是咱不是那种日更博主啊 所以还是质量第一 数量第二 争取把所有的这个景点 都揉在一个视频里给它说完 好,话不多说 咱们就来一起好好逛逛这儿 玄武湖景区导览图 说一下我走的路线啊 我是从这边的玄武门进来 然后先进环州啊 然后把灵州转一圈出来 再进英州 然后再绕一圈 到梁州 最后到翠州 然后到这边 最后逛清理园 从清理园的门出去 那些个没蹭到的地方 将来的单独拍视频 保不住了 玄武湖的历史太长 如果从秦始皇东巡 将此例改名为墨陵湖算起 它至少有了2200多年的历史 湖的名字也在历朝历代 被变换了19次 如果再把之前 相对模糊的上古记载 也都算进来 它的历史就更古老了 玄武湖的回忆又太短 这里承载了很多朋友的儿时回忆 无论是二龙西州打卡 还是动物园 亦或是春游 又或者是一家人划小船 那都是回忆 人生百年不过一瞬 几十年的回忆恍如昨日 当然也算不得太久 玄武湖的面积太大 景区的总面积是5.13平方公里 湖面积占3.78平方公里 陆地面积占1.35平方公里 走上一圈 差不多要走上个半天 玄武湖的世界又太小 因为南京站就在旁边 现代都市的心脏在那头 尘封千年的古老岁月在这头 两者之间的距离 竟然如此接近 不过是百米之遥而已 逛玄武湖公园 有人选择坐车 有人选择环湖 我的选择是走进湖中五州 在信马游江 从玄武湖走进去 很快就能走进环州 环州的名字来源于岛的形状 像一个玉环抱着英州 所以人们称它为环州 环州四周是碧绿的湖水 整个岛上有不少细柳树 微风过后 它们摇曳生姿 像是烟云在空中涌动 这便是环州烟柳的由来 走进环州 一眼就能看到假山瀑布 太湖的假山石头 被堆砌成不同的造型 摆放在这里 往后走的时候 我还发现了一处文宝碑 环州的喇嘛庙诺纳塔 都有文宝牌子 庙就在文宝牌子旁边的这个位置 然后往高处一看就能看见它了 不得不说呀 石朝都会南京城的文物库存 真的是很豪华 逛个公园就能发现 到处都是文宝牌子 这里是喇嘛庙和诺纳佛塔 它们坐落在环州的东北角 是民国时期的建筑 采用的是钢筋水迷结构 兼具了唐宋风格 不过我去的那天 没见他们开门 环州的下一站 我选了灵州 那是承载了很多人回忆的一片地方 以前环武湖的动物园 曾经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 后来在上世纪末被搬迁走了 以前这边的二龙戏猪 还有儿童乐园都坐落在这里 后来这些景点 在2009年被拆除了 但后来又重建起来了 它们能拆掉陈旧老化的设施 但拆不掉过我们的回忆 除非是我们这一代人彻底消失了 那些回忆才会在岁月中泯灭 最终在历史中彻底消失 幸好在这边 它有了新的载体可供传承 所以这些回忆还能多流传几天 那便足够了 什么时候我们天津北宁公园 能跟南京玄武湖公园朝处作业 灵州的下一站是英州 英州得名于此地盛产的樱桃 在清朝的时候 这儿的樱桃曾经还是宫廷贡品之一 此外这边也是南京樱花品种最集中的地方 也是一个看樱花的好地方 可惜我来的时候 已经有不少樱树的花朵凋零了 结出了小小的樱桃 人生如花草春夏茂盛 秋风起后便日渐凋零 既然人生苦短 不如及时行乐 末代年迈时再后悔 据说南唐灭亡之际 后主李玉曾被软禁在英州 他当帝王是失败的 做词忍却是绝代的 刁蓝玉器无谋主 铁马秋风悲自来 玩过剧本沙东军书院的朋友都知道 这两句诗就是对他这一生最好的概括 走完英州 我们越过环州的必经之路 到了梁州 梁州是玄武湖里开发最早的岛屿 随便走走就能看到一些文宝牌子 梁州还有这么个宝藏地方 这是湖神庙遗址的文宝牌子 古湖神庙 现在这个地方是明后湖黄测库遗址占馆 这是一个占馆馆 梁朝朝明太子萧统在此建有良缘 所以此处得名梁州 他编撰文选的读书地 也是在这个幽静古雅的小岛上 听到朝明太子和文选这些名词 似乎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高中时代 我在年少时曾经想过 如果朝明太子没有编撰文选这本书 那六朝之前的诗歌还能有多少存留至今呢 在这郁郁葱葱的森林里吹拂了一千五百多年的风和历代追目先贤的深深雪子 他们的心里都有答案 南京火车站与梁州只有一水之隔 在这挨奶生生中相隔千年的历史便在此处交汇了 梁州之后便是翠州 这个岛屿因修竹亭亭 雪松如盖 翠色浮空而得名翠州 这座岛屿上比较醒目的文保单位就是刘东同学会就职了 这个楼现在是香港科技教育文化学会 实际上这个地方还是刘东同学会会职 现在这个文保牌子已经被磨得模糊不清了 我们要直接看文保贝是不是更清晰一点 刘东同学会就职就是这座楼了 这座小洋楼是一座典型的欧洲风格建筑 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一批层赴日本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军人 共同成立了刘东同学会 目的在于联络感情 怀念从前 人生如此短暂 总会有一些值得怀念的时光 而在这段时光里一起走过的人 也总是会显得更加特别 走过翠州便到了湖对岸的情侣园 这个情侣园不仅有情侣主题 婚礼筹办场所之类的地方 还有一段很长的花园区 据说这里还栽种了很多药用植物 属于是一园多用了 走在树影斑驳的地方 恍然能回忆起在教室里的岁月 斑驳的树影从窗外投进来 把屋里照得明暗相应 在那个年纪 我们敢踢一场痛快淋漓的比赛 能写一篇激扬文字的文章 愿意谈一场不计价格的恋爱 但那段岁月终归是过去了 被生活压弯腰背的人 终归不再是少年 但这个世界上总会有新的少年出现 走到这里 我们的玄武湖公园之旅 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 可能这一路的旅行 会让你回忆起一些五味杂陈的故事 其实每个人都有故事 没有故事的人生是乏味的 一望故事的人生也同样乏善可陈 但这里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 清风细腊 步步长路 就如同一本旧书 每一页都写着厚重的故事 无论你什么时候 走到玄武湖畔 他们都会帮你翻开往昔的岁月 但已回忆那段微微泛了黄 但却依然鲜活的流年往事 看到这里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和徐公一起读城 一起旅行